一个男人非常爱你会是什么表现 说实话我做了20年婚恋心理咨询 在男人眼里 喜欢和爱是真的分得很清楚的 想让一个男人喜欢一个人很容易 只要他有一点姿色 会说话就可以了 可要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的时候 那真的和喜欢的表现不一样 具体来说会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他会觉得你的事就是他的事 他不会甩锅 也不会敷衍 还会向着你 第二 他不怕你找事 会对你非常有耐心 再粗糙的男人 在自己爱的女人面前 都是很柔情的 第三 他想要对你负责 他会给你名分 他也许没那么有本事 但是会尽自己最大努力 去改善你们的生活 不过我一定要说一下 就算再爱你的男人 也会和你吵架 也会和你闹别扭 也会甩脸子不赖凡 也会偶尔冷战和挑刺 但是他不会嫌弃你 也不会长时间不愿意和你沟通 有矛盾的时候 他可能不知道怎么解决 但是他的态度 一定是想去解决的